呼,卢米安吐了口气,收敛思绪,背上猎枪,别好斧头,除了屹立于荒野边缘的半入地是两层建筑,向那片梦境废墟走去。 穿过荒野,沿着之前几次勘探过的路线,它小心翼翼地深入着由一圈圈坍塌房屋组成的建筑群向暗红色的山峰靠拢。 这里高空雾气浓郁,地面杂草不生,整个世界都是那样的晦暗和阴沉。 没多久,卢米安脱离了熟悉的区域,真正意义上进入了废墟的深处。 他一路观察着环境,辨别着痕迹,不断地假想如果发生战斗,现在遇到的哪些事物能派上用场。 这让他前进的速度非常慢。 谨慎和小心永远是狩猎的第一原则。 终于,卢米安找到了新的脚印。 他们看起来属于人类,在道路的边缘被各种坍塌建筑遮掩着,非常难以发现。 很懂得隐藏自己,会在一定程度上消除痕迹。 卢米安观察了一阵,做出了初步的判断。 他怀疑这是和猎枪怪物类似的家伙,也许有猎人途径序列8的线索。 根据他的经验和奥罗尔的猜测,这片废墟应该存在三类怪物。 第一类属于获得恩赐的类型,不存在非凡特性,典型的例子是面条人和口气怪物。 而且,他们似乎都来自以宿命为名的那位隐秘存在掌控的领域。 第二类本身有非凡特性,但未表现出恩赐能力,最典型的就是猎枪怪物。 不过,他们应该也会受到卢米安胸口那个黑色荆棘符号的压制,这表明他们很可能也遭受过那位隐秘存在的污染,所以才会变成怪物。 第三类既无恩赐能力,又没有非凡特性,像是普通人类或正常生物遭受污染而来,卢米安最开始遇到的那个无皮怪物就是这种。 至于有没有既包含非凡特性,又获得恩赐的怪物,奥罗尔和卢米安都觉得应该有,但缺乏实力证明。 所以,一个表现出猎人特征的怪物很可能有非凡特性。 严脚印追踪的过程中,卢米安甚至发现了两处陷阱,愈发肯定了自己的猜测。 要不是,他足够小心,本身又是猎人,说不定已经从狩猎者变成了狩猎目标。 很快,卢米安发现脚印变得新鲜。 这说明,再往前走,大概率会碰到目标。 没急着去打招呼,卢米安绕了小半圈,找到了一个不错的隐藏点。 然后,他开始跳舞。 无形的旋律里,他踏着铿锵有力的脚步,转着柔和舒缓的半圆,将面条人那段怪异又神秘的技舞完整复现了出来。 这不够熟练,甚至有点生疏,但靠着舞蹈家的能力,卢米安还是顺利感受到了胸口变得灼热。 解开扣子,确认了下黑色荆棘符号已凸显出来后,卢米安攀爬至坍塌房屋的中段,进入挑好的隐藏点。 他迅速望向远处,看见一道人影在那里挖陷阱。 那确实是一个人,只是通体焦黑,表面还有赤红的火焰在燃烧,始终没有熄灭。 不会是纵火家吧,抓到大鱼了,卢米安既欣喜又烦恼。 他欣喜的是,序列八条信者对应的主材料出现了,烦恼的是,比自己预想的猎物要强很多。 纵火家可是猎人途径的序列七,按奥洛尔的说法,是出现质变的一个序列,古称火法式。 卢米安自存以猎人,舞蹈家,黑色荆棘符号威慑三合一的实力,只要不疏忽大意,狩猎一个挑衅者,怪物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可面对序列七的纵火家,他真的没有把握。 这怪物,只要一只远程攻击,都未必会受到黑色荆棘符号的削弱。 想了想,卢米安决定先撤退。 他打算制定出有效的方案,弄好针对性的陷阱后才尝试对付这火焰怪物。 他初步的想法是,回家跳那段可以召唤来周围区域怪异事物的舞蹈,看让口气怪物残存的零上身会有什么样的负面影响。 如果不严重,可以接受,那他之后就能借用对方一个能力,比如,隐身。 不,至于被附身过,会不会出现后遗症,以及那怨灵成功上身后是否愿意离开等问题,卢米安倒是不太担心。 反正这是在梦境废墟里,只要不当场死亡,回现实好好休息一下,什么都能恢复。 卢米安刚有动作,那火焰怪物突然抬起脑袋用烧焦的脸孔突出的眼珠望向这边。 不好,卢米安按道一声,顾不得攀爬往下,直接就从躲藏的地方向地面跳去。 几乎是同时,一个硕大的赤红的火球砸在了他原本所在的位置,炸得砖式横飞,炸得一层层燕浪往外。 卢米安仓促躲避落地之时,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只能顺势倒下,翻滚销利。 要不是舞蹈家带来了超凡的柔韧性,他免不得会因这扭曲的动作撕裂肌肉,弄断韧带。 等卢米安重新站起,那火焰怪物已是出现在了坍塌建筑的顶部,深周凸显出一只又一只火焰凝聚成的赤色乌鸦。 看到这一幕,卢米安就仿佛被一对士兵围住,眼中所见皆是枪口。 没有犹豫,他不逃反尽,往火焰怪物毅力地坍塌建筑奔去。 面对这样的场景,他觉得自己反败为胜的唯一可能是利用胸口的黑色荆棘符号,而这似乎需要拉近距离。 登登登,卢米安狂奔之中,一半火压搜搜从而添降,砸在了他的后面。 砸得热浪腾飞,爆炸回荡。 剩余的虚幻火压随之改变了方向视线,全部锁定了奔跑中的目标。 就在这时,卢米安来到了那坍塌建筑的底部,与火焰怪物直线距离不超过五米。 下一秒,包裹着赤色火焰的焦黑怪物完全僵住了,他周围残存的一只只火焰乌鸦瞬间熄灭。 有作用,卢米安心中刚腾起喜悦的情绪,那火焰怪物就调转身体,从另一个方向下了坍塌建筑,狂奔而逃。 喂,不要跑啊,卢米安下意识喊了一句。 他蹭蹭绕过前方的废墟,追赶起那火焰怪物。 追了有两栋建筑,因为那怪物速度实在太快,卢米安彻底失去了他的踪影。 而这个时候,卢米安胸口的灼热感也消失了。 他不得不停了下来,调整呼吸,预备着等会追踪脚印并提防陷阱。 喘息间,卢米安目光一扫,突然凝固。 他侧面不远的地方,一栋半摊他建筑的门口,正站着一道人影。 那身影套着带风帽的黑色长袍,整体和正常人类没什么区别,只是唯一的脑袋上长了三张脸孔。 正面那张脸属于老者,眼眸浑浊,眉毛稀疏,皱纹非常多。 左侧那张是个壮年男子,轮廓深刻,蓝眸明亮,胡须浓密而深黑。 右边那张,则仿佛不到五岁的孩子,肌肤光滑细腻,蔚蓝的眼睛里透着天真和懵懂。 三脸怪物,那个三脸怪物,卢米安属实被吓到。 他因为追赶那火焰怪物,明显的更深入了废墟,居然直接遇到了三脸怪物。 在成为舞蹈家,掌握了神秘技舞,可以半激发胸口黑色荆棘符号后, 卢米安也完全没有拿三脸怪物作为试验目标的打算。 他直觉地认为这家伙非常危险,按神秘女士的用词来讲, 就是位格可能比较高,即使被黑色荆棘符号削弱, 依旧能轻松击杀弱小的猎人。 所以,卢米安之前的计划是先绕过三脸怪物所在区域, 用别的怪物练练手,确认半激发的黑色荆棘符, 在面对不同强度的敌人时分别能发挥什么作用。 然后再考虑是狩猎三脸怪物,还是彻底不去招惹。 谁知道这家伙竟然出了本身领队, 来了这边与卢米安碰个正着。 这个,要不我给您跳段舞道歉怎么样? 卢米安一边在心里疯狂嘀咕,一边本能地往后退了一步。 半滩他的建筑门口, 套着黑色长袍戴着风帽的三脸怪物也往后退了一步。 卢米安转过了身体, 三脸怪物也转过了身体。 卢米安狂奔而逃, 三脸怪物也狂奔而逃。 原本打算拉开距离, 试着跳舞的卢米安跑了几步,忽然感觉不对。 他停了下来, 转身望向敌人所在那片区域, 正好看见三脸怪物狂奔而去的背影。 卢米安一下愣住, 隔了一会儿, 他隐约明白了点什么, 抬手摸了摸自己脸孔, 低声自语道, 我有这么可怕吗? 三脸怪物刚才的表现, 让他联想到了第一次遇到对方时的场景。 那个时候, 他偷偷看了三脸怪物一眼, 吓得缩回了身体, 祈求永恒猎羊必要自己不要被发现。 之后, 三脸怪物明明有看向他藏身的地方, 却似乎什么都没有察觉, 反而主动拉开了距离, 站到了更远的地方。 原来那次不是永恒猎羊必要我, 也不是我运气非常好, 而是三脸怪物看出或者感应到了我的特殊, 自己吓跑了, 鲁米安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 随即做出了一个猜测。 梦境废墟里未隔到了一定程度的怪物可以直接察觉到我的特殊, 不需要我伴激发出黑色荆棘符号。